今天Vita來到Lin Workshop 修眉專門店 當然要弄一下我的眉毛 平時用音遮蓋大家可能很少見 這位是我的文眉師 我看我的眉毛 這就是我的眉毛 因為不太懂畫眉的關係 所以我佔了一齊音 這位是修眉專家Lin 然後再去分析一下我的眉毛 因為我自己很怕畫眉 而且眉毛都掉了色 所以我常常都會用音遮蓋 想像重建天日靈 應該是怎樣按摩 你本身也做過了 但現在是有少許顏色 其實我本身做了眉毛20年 我本身只有前面有眉毛 後面是沒有的 可能以前的顏色料不太好 所以你會看到有少許變紅 但其實不用退了 或是用雷射打走顏色才製造 其實也不用的 我們現在直接幫你做 蓋上去已經可以改善到 所以不用你再去洗眉再痛多一次 其實可以直接幫你改舊眉 改舊眉或改壞眉都沒有問題 那我的眉毛是否改到 因為我之前做過 但改了之後會跟這個 還是會改那一款 還是你會給一些提示 可以可以 我們現在幫你設計一下眉毛 先去洗澡 好 現在就是 塑造一條 我們跟你舊的顏色 幫你加粗一點 如果你今次做完之後 你覺得粗有度不夠 其實我們也會包一支補色 補色的時候可以再加粗一點 但我覺得已經是粗了 好像多了那個味 一點點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是框 我們做的就是在框裡面 所以你就不用怕了 是 今次的顏色會幫你選擇 偏一點綠色 就是偏一點橘色的 啡色 因為我們本身有一個紅底 我們看看今次的紅底 調整得好不好 如果調整得OK的話 下次補色的時候 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還可以選擇顏色 那上面是什麼顏色 通常我們都可以做一些 啡色為主的顏色 如果喜歡深一點的話 就做偏深一點的顏色 我們就不會做黑色 但是會不會跟上我的皮膚 但是我的膚色是適合什麼顏色 其實你的膚色是偏白的 其實什麼顏色都可以的 主要是看你的頭髮 會不會常常轉顏色 如果你是用很淺色的顏色 或者會常常選擇 可以選擇淺色小色的顏色 哦 但我通常都是 深色為主 可以選擇一些自然啡 深啡都可以的 嗯 我覺得深色一點 感覺上甜味濃一點 聞完之後 有什麼要注意 或者有什麼要小心 對 因為我們今次做這個 是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其實今晚做完 都正常 碰水洗臉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不同的舊式會結膠 所以頭幾天不可以碰水 這個就可以了 即是不會結膠 只是脫少許皮 噢 好 因為有少許傷口的表皮層 我們做這個過程 對 所以都沒有什麼要注意 會不會有些說要塗東西 一定是 對 等一下做完也會給你一個護理包 裡面也會有一個濕去生液鹽水的一包棉花 可以做完之後 頭過三個小時 每個半個小時 才會拿一塊棉花出來 引起雙頭 因為這陣子都擔心比較多菌 隱形它會比較乾淨 對 其實就沒有什麼 明天就可以化妝 對 其實你即時都可以化妝 即時都可以化妝 對 好方便 其實現在都 然後大概多久要回來補色 補色的話 正常最快一個月之後可以補 因為我們皮膚修復週期 是大概28歲 對 其實當我們皮膚修復完 其實就不能補到 盡量三個月回來補完 顏色就會好一點 顏色就會變得好一點 對 大概可以保持多久 大概可以保持到兩至三年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膚質 新陳代謝 生活習慣都不同 有些人的時間會短一點 有些人會再補一些 大概都是兩至三年左右 那現在是不是開始了可以 對 我今次幫你選了兩種顏色 這一種顏色就會比較編 橄欖啡一點的顏色 編綠啡色的顏色 我們就會用來做底色 和調整紅色的底色 另外這一種比較深色的 就會用來做立體感 和減變效果 原來都有這麼多技巧 要有不同的顏色 因為我本身的眉頭是深色 然後後面是淺色 正常應該是眉頭淺色 然後後面是深色 對 很奇怪 所以就可以這樣平衡整個顏色 對 我們開始了 現在已經在刺激了 對 一點也不疼 如果你覺得痛的話 就跟我說 其實最多好像拔眉一樣 對 我覺得拔眉更痛 你可以吃嗎 不用 對 不用 用筆一直幫我畫 感覺 沒有封尾那麼痛 有沒有人很怕痛? 應該沒有吧? 因為感覺好像只是按一下按一下甜味 有很多人說很怕痛 然後開始整理的時候就沒什麼 因為感覺到其實都沒什麼 是啊 那我的甜味算不算容易上色? 其實都ok的,不是太難上色 主要是因為有紅底要去改一下 如果不是,應該都ok的 蓋上紅底不能攪拌 對,要改省,用顏色去蓋一下 不然就要用雷射 是啊,紅色呢 如果要做雷射都會比較難洗 因為紅色要洗的話 比較容易吸光,所以會比較容易燃 哦 所以也是蓋住它 好一點 現在改了一點點的味道 都沒有那麼紅 先給頭先 是啊 可以嗎? 可以嗎? 對 我覺得已經很自然了 不會覺得很誇張 所以可能深色一點 我也能接受到 是啊 對 如果去學習呢 這個叫飄眉還是霧眉? 這個是霧眉 哦 那如果去學習的話 其實難不難學呢? 其實我覺得做得多就容易 學習就不是太難的 嗯 那如果真的想學這個飄眉 其實要多長時間呢? 其實正常這個課程 大概四天左右 哦,四天 然後就要練習 對,就要練習 自己可不可以跟自己舞嗎? 可以的 可以嗎? 是啊 不過真的要熟手一點才會做得更好 因為自己跟自己做的對著鏡頭 方向不一樣 而且會比較不太走手 嗯 現在看上去 不過還沒做完 是啊 而且感覺好像畫了眉的感覺 現在好像塗了眉粉 對 那飄眉和霧眉有什麼不同呢? 飄眉就是一條條線條 好像放真眉毛一樣 霧眉就會像眉筆眉粉的效果 就是現在這個效果 哦,就好像畫了眉粉 對,妝感會比較明顯 嗯 那如果平時不化妝 是否適合這個眉粉 其實是適合的 因為現在這個效果都很自然 好像塗了一點眉粉 對 對 其實是 已經蓋了我的紅色 對 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欠眉頭 對 對 完全不同 因為之前可能會有點痛 現在的感覺就是 像是用筆去刷一條眉 對 拔眉更痛嗎? 對 有時要拔得不好的話會痛 因為我覺得拔眉也要看一些手法 有時自己拔都痛 對 但之後顏色會慢慢退回 對 之後會再淡色一點 再自然一點 因為現在我們只做一個底色 待會再深色一點 哦 現在就開始做這一邊了 對 我們這邊再敷一會 敷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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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做完這一邊 再補一邊 現在就要再加一會 敷一會 是嗎? 是呀 我的眉很漂亮 剛剛就聞完了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我的眉 其實剛剛聞完了幾分鐘 但是我這麼白的皮膚 完全一點紅都沒有 而且一點都不紅 而且未知的手工非常好 也沒有做到我很不舒服 整個過程到現在都覺得很享受 而且最重要是 現在已經可以外出了 又不紅又不成這樣 現在已經覺得很自然 好像畫了你 而且我也挺配的 還有呢 蓋上我之前的紅色 還有幫我改完眉影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是想粗一點 因為我的眼睛比較圓 和大 可能粗一點 玩一點的樣子也沒有太兇 而且看下去的五官 就可以更多 大家如果我想問你的話 那也可以呢 逛來逛來逛去20秒 MUSH inflam 最後該逛去20秒 感谢观看